治疗肺积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第一个就是观察定期的水法 把它坚持住 因为绝大部分肺积极它是良性的 但是有一部分的积极极 它从良性慢慢都可以发展成模型 所以对这种情况 我们要定期的水法 密切的观察 早点把这种从良性 发展到无性这种真相 把它侦察出来 早期的争断早期的治疗 这是第一 第二消炎 有明显的感染的表现 比如炎针 比如发烧 咳嗽 卡痰 胸痛 这一类的有明显的感染的表现 包括肢气管炎 肺炎 这样的病人 我们要积极地消炎 第三种就是手术 如果我们怀里 这样肺积极 有无性转移 无性转化的这种真相 就要尽快地做手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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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